很興奮,很開心 因為賽車都是我學習最喜歡的東西 所以你也想做車手 是不是好抱呢? 別搞錯,這位車手不是職業車手 而是一個大約 10 歲的小朋友 別以為因為兒子想玩就讓他玩 好像樂園一樣,他由八歲開始學小型賽車 至今已經兩年了 除了為興趣,是因為這個活動 可以改善他的過度活躍 從一年級開始,未試過墨書有合格 不要說合格,最高好像20分 到他學完駕駛後 他自己會拿一本書出來混 回來的分數是可以到90 我忘記加了4.96 現在反而是他自己都懂得 我好,專注不到的時候 我出去跑兩個圈反力繼續 他都要他做 這個分別很大 雖然賢仔因為小型賽車 而訓練到專注力 改善到學習情況 但李嘉仁醫生就認為 不能夠單單一個個案 就斷定小型賽車可以 醫治到過度活躍症 如果你說是他訓練他的專注力 所有小朋友都喜歡駕駛 搶車 他當然是駕駛時很專注 但這個專注能否維持到他上學 維持到家 維持時間多久 這就是要慢慢研究 或者賢仔只是一個獨立的例子 但正常小朋友找到一個喜歡的活動 又再激發到連父母都不知道的潛能 正如同樣八歲 開始學小型賽車的進言 一個比賽 開始練習賽的時候 也發生了一個意外 也有點嚴重 他也很痛 或者又暈倒 可能都放棄 叫他不要駕駛 但他休息了一個下午 練習賽和排位賽都不鬥 到比賽時 他都說可以再下場 再讓他試試 結果他可以跑到第三回合 所以我覺得 銀力和精神很厲害 說到好像有很多好處似的 但要說服家長給小朋友學習 最大的問題不是錢 而是安全 香港的交通意外 失事率導致傷亡的死亡人數 都不足夠全球賽車一年的比賽 還有解釋給他們 其實小朋友從小有一個正確的駕駛官 對於他的入口將來是非常之重要 因為可能小朋友有些突然小校車牌 他們如果沒有一個正確的途徑 去認識賽車的話 突然在街上去飛 其實跟我們現在所謂的飛駛 是沒有分別的 要注意的地方有很多 但據我說 只要小朋友真心喜歡 就應該讓他們自由發揮